上集说道,我花150元买下自己上班的公司,让市立眼周族长卷铺盖走人。 回去睡了个午觉,我依旧在12平米的卧室里醒来,心想有钱了就应该去体验花钱的快乐了,顺便买些东西回老家给姑姑。 于是我骑着小店驴来到了岸城最大的商场,万华商场,第一次来的我也不知道买什么,随便找了一家看得顺眼的店就走了进去。 您好,欢迎光临,有什么需要的吗? 售货员态度很好,完全没有因为穿着轻视我,果然大商场就是不一样,可此时在店铺里的另一对男女不乐意了,女子扫了我一眼就说。 现在艾尔维什么人都能进了吗?这种人看上去像买得起的人吗?店员什么脑子真会起? 店上的男的一看自己的小心肝不高兴了,连忙出来讨好,指着我说,你滚出去,我懒得理这些跳梁小丑,继续问店员有什么推荐的吗? 店员左右看了我们一眼,一下子慌了神,店上的经理赶紧过来打圆场说, 这位先生,我们店铺是顾客至上,大家都可以来参观选购的,您大可不必如此动怒。 男子很生气,没有理会经理,指着我说,你星星的耳聋啊,你爹跟你说话,你听不见啊? 给你一次重新说话的机会,你是谁店?我眼神冰凉的看着他,男子被我的眼神吓了一跳,而后感觉十分愤怒,自己居然被一个穿地摊货的小鳖三吓住了,瞬间感觉很羞耻。 老子给你五厘钱,你给老子从这里滚出去,一个寒酸的穷小子,怕是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吧? 男子从口袋里掏出五张一千毫的纸票,丢在地上,我随意看了一眼,轻面一笑,五厘钱还不够我一顿早饭呢? 物价没贬值之前,我一顿早餐都吃五块,所以话没说错,你小子知道你爹我是水部,安诚打听打听,水部知道我王家,你一个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愣头青敢冲撞我? 便上的绿茶也在煽风点火。 川哥,这小子就是不给你面子,不给王家面子,就应该给他丢出去。 触发任务,书可忍,审不可忍。 任务内容,给予王府川惨痛的物理代价。 限时一小时,任务奖励,初级幸运药剂。 来不及看清任务内容,我可不管他是王家还是王法,冲上去就是一个大逼兜。 王府川平时一看就被掏空了,一下没站稳就被我抽到在地,呸得一声吐出一颗厚草芽。 吓得边上的绿茶大声尖叫,想上去安慰,但恼羞成怒的王府川一把把他推开。 滚啊,嘴巴给我闭上。 说着又冲着我说,小子,你有种,我不会放过你的,明天你要是,还能活蹦乱跳的,我跟你姓。 我倒要看看,是谁要在我林巧儿的地盘上撒野。 还没等我说话,一个清脆的声音就从门口响了起来,顺着声音看去,进来的是一个长得十分漂亮的女人。 王府川顿时瞪大了眼睛,眼前这个人他早就认识,之前就因为对他有想法在家被父母混合双感。 这是京城林家的姑娘,厉害得很,招惹了他我们,区区王家可保不住你。 这时他顾不上疼痛,连忙爬起来说,林姐,都是误会,误会,我不知道,是你的地盘。 绿茶看见林巧儿比自己漂亮心生妒忌。 川哥,一个女人而已,怕她干嘛? 怕,还没说完,就被王府川一滴都抽倒在地。 林姐,这个女的我不认识,我这就滚,这就滚。 谁是你姐?来人,把这两个人请出去。 我一听不乐意了,这位姑娘,你似乎还没问过我的意见呢。 林巧儿看了一眼,我廉价的穿着,心想这种穷人无非是要钱罢了。 五分钱够不够? 我一脸猛逼的看着他。 最多一脚,人不要贪得无厌。 我才明白过来,感情也是个以貌取人的主。 我冷眼得朝着林巧儿走去,当距离他还有一步的时候停下说, 不必了,说完头也不回的走了。 等我走后,林巧儿气的跺了跺脚。 不知好歹的东西。